为了解国中小学校务发展、办学成校、校园环境与教学设备的现况与需求 议员蔡宗志与县长林明正一行人前往南投国小访市 校方也展现办学成绩与特色 并借此机会向县府提出设备需求 县长非常重视国民教育 那在学生的学历检测的部分 南投国小在我们彭雅玲处长的率领之下 我们老师的努力之下 我们今年的平均值都高于传统与新兴产业地区的学校 尤其是我们的英语教学高出许多 那这些都是我们基层老师所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们的设备的部分 县长今天也特别来了解我们的需求 那最主要对于我们操场的这个设备 照明设备另外在这个投影机的部分 那这一些都是在显现出我们基层教育 对教学设备的需求 南投国小目前有1200名学生 在校长及教学团队的努力之下 成果相当丰硕 而对于校方提出的需求 县福也允诺将争取经费 尽快建造改善 南投国小它在各方面的表现的优异成绩都非常的不错 在吴校长还有我们刘会长 还有我们蔡副会长的努力之下 还有所有委员老师的共同努力 我们南投国小所以办的有声有色 我们就希望县政府教育处 我们能够协助学校的方面 我们会尽量的来协助 来到南投国小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建会的需求 大概要400多万 我想我们会尽想办法来协助筹筹 让他们的需求能够顺利地把它建造完成改善完成 对于县长亲自前往南投国小访试 对于学校的教学与社团给予肯定 并对设备需求给予允诺 议员蔡宗志表达感谢及肯定之意 很感谢我们林广长和我们交友处长 彭处长来观摩南投国小 我们广长观摩到很多南投国小一些社团活动 广长也很肯定 希望刚才在会议里面 也有给广长提出一点小小的要求 因为南投国小目前还缺400多万的经育 广长也承诺尽量 尽量他最大的日落来把南投国小倒三天 第二点就是活动中心的问题 因为经育真的是太庞大 从长计划 希望我们管政府和家属这边 也可以纳入 年度计划 看要如何完成 南投国小经常承办大型活动与体育竞赛 目前的活动中心规模不足 消防也期盼新建大型活动中心 并结合地下停车场 提供邻近居民使用 县长也表示认同 期盼能早日研议完成并筹策经费 让大型活动中心得以建造 民意新闻林佳慧南投采访报导